欧雪集团 你是谁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身处何种困境 人生来自那么多 听听别人的故事 找找自己的答案 拥有洋娃娃一般的外貌 她成为台湾偶像剧中 常驻的千金小姐女二号 我永远来找的都是大同小异的 都是千金小姐 抢别人男朋友 永远不得善终的那种角色 事业背后 她的感情生活 曾一度更受关注 你会期待有自己的家庭吗 期待我一直都期待 如果对我来说 我会希望这是一个计划 跨过低谷 她成为台湾炙手可热的 电影女演员 再辛苦我也不会放 因为我太热爱这件事情了 对话演员徐伟宁 美不止一面 你好 你好 我是远川 辛苦了 哈喽 哈喽 大家请就好 今天水真的太大了 台北的雨季 我和伟宁相约的雨餐 无奈改在室内进行 不工作时 她都会尽量自己做饭 而且是她为我们自制的健康午餐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 我从小吃到大 这对应算是我外婆的口味吧 其实就是一些 很营养的胡萝卜 马铃薯 黄瓜跟鸡蛋 听起来就觉得好棒哦 给大家看一下 尝尝看哦 不知道不一定 好香 而且我闻到它很 就是清新的那个黄瓜的味道 对对对 我就是会一口吃掉的 这样子 很好吃哦 几句节目女配角奖 得奖的是 真的耶 徐伟宁 徐伟宁在16个夏天中 扮演女主角的巨友 说不出口的情感 凭借着金钟奖最佳女配角 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的三次提名 短短几年 徐伟宁成为台湾 最炙手可热的电影女演员之一 时刻经历着被淘汰和被选择 在残酷的镜头和荧幕下 自虐的过五步时 是在保持身材和状态的方法之一 天哪 为什么会有人可以这么有意志力 我觉得是会痛苦吗 已经习惯了 因为之前 刚开始的时候很痛苦啊 就是 有时候晚上通常朋友 约的时候都是约晚餐 有一段时间就觉得那 没朋友了 因为大家晚上吃饭就 如果你去你就想吃 所以那段期间就 尽量就是晚上朋友约的话 就不出现 然后一直到自己已经习惯了 那个胃已经习惯就不吃晚餐了 那你就可以吃 因为你知道 你不太会吃东西 可是我就会觉得 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气氛 如果不吃的话 有点点格格不入 你会感觉有压力吗 其实还好 就是大家也都不会理我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不会有人理我 反正我们就聊天嘛 但因为我觉得 真正的意志力 可能是来自于 就是因为我大概 那七年前的时候 其实体重是很重 你现在差不多重了 十公斤 第一个我那时候工作也不顺利 然后我觉得我就算 很多东西我很努力了 可是我觉得 有时候有一些 你想要的并不是 你努力就会有的 那在很多东西 我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之下 那我唯一能够控制的 就是自己啊 所以我就是 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 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 所以我觉得这是 唯一一个我可以掌控的东西 十几年前刚入行的时候 徐伟宁的脸上 还带着一点可爱的婴儿肥 16岁那年 他搞砸了电视台的主持人 选拔活动 却意外被摩托公司看中 混险的外形 让他尝尽了甜头 作为模特 徐伟宁几乎不用试镜 每次都可以接到录用电话 然而模特并不是他最喜欢的工作 小时候 徐伟宁每天下午 都要陪着外公看京剧 他常常自己在一旁 扮起巷来 拿毛巾勾在耳后 弄过水袖 穿上溜冰鞋 滑来滑去 做一名演员 这才是他的梦想 然而从模特转型演员 让徐伟宁 尝尽甜头的亮丽外形 在这个时候 却让他苦恼不断 那个时候碰到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的 包括我们也是一桌 就是跟导演这篇见面 投资方也在 然后大家在一个圆桌上面 我还特地就是为了 因为想要让人家觉得 我不是只能演千金小姐的角色 所以我还不化妆 我就随心扎了个马尾 T恤跟牛仔裤而已 那导演这篇就说 那你觉得你自己看了剧本 你觉得哪一个角色 你自己更喜欢 我就讲了一个女生 比较临家女孩 或者是个性比较大啦啦的 或者是有点笨笨的那一种 因为我没有演过 我想试试看 投资方立刻就是 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前 回绝我说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想要接演这种角色 因为所有在座的人里面 你看起来就穿得最名牌 你看起来就穿得最贵旗 所以我就觉得 心里头就很烦嘛 想要演的剧本 想要试尝试的角色 都没有来找 然后永远来找的都是 大同小异的 都是千金小姐 不然就是你知道 抢别的男朋友 永远不得善终的那种角色 碰到太多有那种 大家对你主观印象 所以你无法打破 而且无论你怎么样 找出口都没有办法 她知道了 她知道我们骗她的事情 做一个花瓶 从来都不是许为您想要的 从第一部偶像剧 《嫁有飞飞》 到之后的恶作剧《之吻》 下一站幸福 最后决定爱上你 在几乎每一部作品中 她都在饰演着 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 或万人追捧的时尚明星 合作的导演 对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你就漂漂亮亮地 站在那儿就好 她觉得自己 像是陷入了一个 走不出的魔咒 美丽 仿佛成了原罪 阻碍着她的步伐 你说你有想要 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来找你 然后你尝试了很多 然后寻找很多出口 都没有办法去实现 你都做了些什么尝试 尝试过出书 出食谱书 尝试做了很多其他事情 但大家围绕的 好像永远都是一些 就是大家没有看到 你的工作成绩 因为你的工作成绩 很显然的是不够亮眼到 值得让大家去报道 或者值得让大家去谈论 所以就觉得 没有出口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就下意识地 一直觉得想要借由吃 来抒发压力吧 对对对 那你会觉得 就是对女性的这样的一个 评价的标准太单一了吗 就是一定要瘦的美的 你才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机会 没有 应该说我倒是跟女性无关 这样讲出来感觉会不会有争议 就是我觉得 是这个行业 对 因为我其实今天有换位思考过 如果今天我是制片人 如果今天我是导演 我其实也会选比较简单的路走 我当然找一个现成的 你看起来就是那个人了 然后至于其他的我们再慢慢磨 因为第一你让我相信你就是那个人了 那我们其他的我们可以再继续再往你的内心里挖 可是如果第一我看你不是这个人 我其实自动的很快就会把你先给淘汰或归 归纳在另外一边 所以这就是如果换位思考的话你会理解 但是如果就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太不够有想象空间 太有局限性了 对就是太有框架 徐伟宁是土生土长的台北女孩 白皙的皮肤和红褐色的头发 这个有点不同的样子 住进了学生时代的她在校园里的特别 那个时候身边的混血儿很少 外国人也不多 她常常被同学们欺负 孤立 甚至哭着回家问妈妈 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黑色 你知道我在访问你之前就是看你资料之前 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过一个漂亮的混血女孩 会有任何的身份认同的烦恼 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都是一样的 可是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同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在被灌上去我的不同的时候 我才反而会怀疑自己说 是不是我的认知错误 我们应该都是一样的 但是怎么会你今天跟我讲说 你长得不一样 你是混血人 你爸爸怎么办 你妈妈怎么办 我开始给你编了一堆 就是很小朋友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想象 小朋友怎么会说出这种 就是 怎么可以都可以当编剧的 那种很奇怪的故事 教室的东西如果没摆好 或者是什么东西不见 就说是你 你没弄好的 是你拿走的 然后甚至是会把你的书包藏起来 铅笔盒藏起来 有时候上课的时候 我就躲在厕所 就不去上课不出现了 或是我就躲到那个幼稚园的 那个溜滑梯里头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是很难过 我不理解 而且小时候我也不会去消化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即便是到现在还是觉得 不知道哪里错了 对 但那个错不是你造成的 也不是你可以去改变的 对啊 然后所以小的时候就会去 拿一些 有阿姨那个时候 有时候去日本 她会买那种日本很漂亮的铅笔 然后就拿铅笔去跟人家换 就说她送你啊 送你啊 想要去当朋友 可是没有 在徐伟宁出生之前 爸爸就离开了她和妈妈 从小她由妈妈 外公外婆和阿姨们 一起抚养长大 成长过程中的委屈 徐伟宁很少跟妈妈说 她形容自己和妈妈的关系 像是姐妹 好像她是女儿 我是妈妈一样 我更是她的依靠和支柱 你有曾经问过爸爸吗 没有 我爸爸在我很小时候 他们就离婚了 所以我就是妈妈跟 你说我问爸爸是跟他们 就是问妈妈 爸爸是谁 问过问过问过 那有得到你自己 比较满意的答案吗 其实有 他们都一直不避讳这件事情 他们的结婚照啊什么什么各种 全部其实都有留着 所以我知道我爸爸长什么样 只是我完全没印象 因为他们在我两岁半的时候 就离婚了 所以在我印象中 是没有爸爸的痕迹 我连他有什么味道 然后他可能有没有抱过 抱我的方式 或者他看我的眼神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都得靠我妈帮我建立 我妈有时候闻到什么香水味 就说哇 这就是你爸的味道 然后我开始一直是吗 是吗 就是会想要勾起 勾起但是没有 就是这东西是完全陌生的 对 但是你会恨他吗 不会 我如果说真的要唯一生气的话 可能就是气他对我妈吧 他让我妈妈一个人 这么辛苦的把我带大 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没有 他也没有主动来找 因为其实我们家一直以来 都没搬过 对 如果他真的 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 会有一点埋怨 觉得我也都一直住在那儿 如果你真的想来找我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找得到的 你也可以来看看我 可是都没有 徐伟宁的外婆生了五个女儿 她的妈妈排行老二 在同辈的孩子中 徐伟宁是第一个出生的 跟阿姨们的年龄相差不多 相处起来也更像是姐妹 妈妈去了成都工作 她常常被阿姨们 喝起火来欺负 跟他们打成一片 在真正办理这个大家庭后 她发现 以前让她烦心的吵吵闹闹 也变成了一种安定 紧密连接的一大家人 也成为了她最大的安全感 你会觉得从那么小 你就一定要承担很多的责任 然后要很懂事 这件事会有点不公平吗 就毕竟还是个小孩子 也是一种从小到大的习惯吧 那以前小时候因为 第一个妈妈不在身边嘛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 是很需要妈妈在旁边的 再加上我是单亲家庭 所以那时候就会很难过 有时候哭啊 或者是就是常常会 自己拎个小板凳在我家的窗台上 看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什么的 然后有时候或者是 整个晚上都舍不得睡 因为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 半夜回来 我就错过她了 然后但因为这样子 我反而让外公外婆 看了更难受 后来我就觉得 怎么样好像 这些情绪都得自己收拾 就你不管就是多想念一个人 或者是多难过多生气 或者是多怎么样 你都到最后面对的都还是自己 所以就变成是 现在这样子的方式吧 就是 那你的出口是谁 或你有问题的时候 会寻求谁的帮助 以前小的时候会 都是写日记 然后一直到后来日记被偷看了 然后才停止 停止写日记 之后的出口 我觉得 讲 或者是去分享 其实都 不太有用 因为我觉得讲了 或者是分享了 这些情绪还在 我觉得一个人出去走一走 这些东西才会完全的 你离开一个 你惯性的生活模式的时候 这些东西才会都消化掉 你是谁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身处何种困境 人生来自那么多 听听别人的故事 找找自己的答案 拥有杨娃娃一般的外貌 她成为台湾偶像剧中 常驻的千金小姐女二号 我永远来找的都是 大同小异的 都是千金小姐 抢别人男朋友 永远不得善终的 那种角色 事业背后 她的感情生活 曾一度更受关注 你会期待有自己的家庭吗 期待 我一直都期待 如果对我来说 我会希望这是一个计划 跨国低谷 她成为台湾炙手可热的 电影女演员 再辛苦我也不会放进 因为我太热爱这件事情了 对话演员徐伟宁 美不止一面 你不要过来哦 我不喜欢爱情 爱情太麻烦了 事业遇到平静 感情也并不顺利 曾经高调的恋情 吵得沸沸扬扬 她对媒体留下自己想说的话 有时候跟过去告别 是必然的路 不下数十次的告诫 足足于美好 别像孩子似的 不懂事的沉溺 社交网站上 她发布过一张 外公外婆的甜蜜合影 配文 我现在想要的感情观 就是像他们这样子 会吵吵闹闹 但是不离不弃 安安稳稳 能够好好的相互生活 你会期待有自己的家庭吗 期待 我一直都期待 就是我一直 从很久以前 我一直都觉得 我一定会 拥有一个很好的丈夫 我一定会有一个 对我很好的男人 然后我一定会有一个很幸福 而且我一定是会被他照顾 我一直都有这个画面 无论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如何 我一直都觉得我的最后ending一定是好的 你会给自己一个期限吗 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礼物 如果说我到时候成家了 它真的来了 这是礼物 对 但是我会希望 如果对我来说 我会希望这是一个计划 因为还在工作或是什么 这必须是得有一个计划表的 不如红地毯的就是 红衣小女孩的剧组 包括了有入围最佳女 朱小长的徐伟妮 30岁 徐伟妮给了自己一个关键词 勇敢 这是一个让她蜕变的年纪 是一个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而努力去闯的当口 她把所有精力留给事业 抓住一个机会 停掉了模特的工作 全心全意开始演戏 痛苦过后 她的30岁这一年 得到人生中第一个金马奖提名 而之后连续三年 她又分别以16个夏天 红衣小女孩1和红衣小女孩2 三部电影 获得金钟奖最佳女配角 和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与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刘安花明班 这个执着追梦的女孩 把自己的事业拉出了一条抖身的曲线 并且依旧持续地不断向上爬着 其实在工作上和你的这样的一个生涯上面 职业生涯上是被认可的 而且一步步都是在不断地拓宽自己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的产生 我应该觉得很proud 我觉得那些入围啊奖项啊 其实都是别人给你的 你自己心里头踏不踏实 是你自己知道的 大家都想要走简单的路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演钱金小姐演得很好 那就都找你 然后后来演了惊悚片之后 也因为惊悚片都一直都入围巾嘛 所以又都来找你 又都来找我同一种类型的 所以你就会很急着就是 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把那个标签再撕掉 想要赶快地有机会啊 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角色来找我 或者是我们主动性地去找一些什么的 我觉得工作上的焦虑是这种 现在觉得有点操作过 急于求成 对对对对 但急于求成这样的一个心态 是因为对自己的不自信吗 如果是一个很了解自己 很自信的一个人的话 他其实不会太在乎 要证明给别人看我能做到什么 我觉得你说对的一点是没自信 但是我觉得没自信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女生在这一个行业的 寿命并不长 如果我不再快一点的话 我可能会 机会越来越少 对所以我觉得不自信在这里 可是你说我是不是急于想要让人家更肯定我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考量的点 因为我知道我一旦拿到了这个剧本 跟这个角色 我一定会百分之百投入 我一定可以让他很完整 很圆满 但是我得先要拿到那个角色才行啊 拍摄红衣小女孩时 徐伟宁一直沉浸在黑暗 负面的情绪中 几乎把自己逼迫到崩溃的边缘 他饰演的电台DJ沈怡君 未就男友和红衣小女孩对抗 却最终被捆在幻觉中 无法脱身 在烧脑电影《记忆大师》中 他又扮演了一个几乎没有台词的角色 神秘女人 一边被丈夫家暴 一边却依然对丈夫不离不弃 对于来拯救此人 以逼而远之 台词少 动作少 没有身份与背景的交代 却要与片中的几乎所有人进行交集 唯有眼神和表情 才是人物诠释的空间 你会希望还想尝试一些那样的角色 应该是说片型吧 譬如说文艺片 我很想演文艺片 然后古装 可能也有点难 感觉好像强烈 然后 你不要先否定自己 先把那个机会散出去 这些文艺片我非常适合 然后古装我也超适合 相飞对不对 然后 武打片其实我也蛮想尝试的 都想尝试 你会怎么样去准备自己 然后去迎接这三类型的电影 如果机会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想要接到这一些去做功课 而是我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 然后让当这些机会找来的时候 我已经是都准备好的 那你说看书啊 看电影啊 旅行啊 这些都是生活经验的积累 然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角色来水到渠成的那一种 几年时间 徐卫宁偶尔觉得自己的生活也像戏剧 很多从没有想过的事情都发生了 到新的环境里拍戏 看更多的剧本 学不同的表演方式 与不同的团队合作 现在的徐卫宁最想追求的东西 是进入一个角色 体验想做的事情 和经历不同的人生 他说自己无法像天才型的演员一样 信手拈来就是戏 但也正在一点点累积 慢慢进步着 你说你给自己的事业是达七分 然后生活达九分 就相对还比较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 然后再加上你刚刚说 自己是那种滴水穿势比较慢的 要很用功的演员 那为什么没有考虑 想要找一个比较容易的 或者是自己更擅长的一个事业的方向去走呢 小时候有很多个想法 很多个梦想 一个是服装设计师 然后室内设计师 空姐 护士 都想过 然后演员也想过 老师也有想过 然后但是 从小到大慢慢慢慢的 就是这些梦想都在改变 一个一个剔除 但演员是从小到大从来没变过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从来没变过 到现在我觉得回想起来 我还是觉得这条路其实不好走很辛苦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我觉得我未来十年我对于这个工作我也是不会放弃 再辛苦我也不会放弃 因为我太热爱这件事情了 对啊 对啊 我给你看一下 整个团队都在拍这里呢 好了 我们放你去组直播了 拜拜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十绪直通车 拜拜 拜拜